哈啰 大家好 我是Dunno 哎 春季他卖到了 又到了开心快乐的时刻了 虽然Steam因为跟改规则的关系 每周几乎都有折扣作品出现在你我眼前 但一年之中春季他卖也就只有这么一次 所以该来好好共襄盛举 推荐几款超级实用的作品给大家了 这些小红油你真的该拥有 哎 这些真的顶 何康道求宝你开心我开心巨胖都开心 那在开始介绍之前 因为黄标政策的关系 所有色色组甜片我都不会开心 那如果想要支持我继续做这类题材 还不妨加入会员来给予点鼓励 谢谢各位 阿里嘎豆 那我们就来看看春季特麦芝 10款顶级必买 使用的色色作品吧 炼火 原价1159元折扣10% 特价过后927元 有点贵但折扣过后还是有点贵 但贵的是有道理的 因为本周在小红油类型之中 拥有史上最强的捏脸系统 你在里面可以捏出各种梦中情人 长发短发高矮胖瘦大小派服装等等 通通都能客制化 这方面真的很强 那你如果是捏脸苦手 不管怎么捏都捏不出来怎么办 没关系游戏要提供角色卡功能 你可以去下载别人的MOD 来去制定出各种你所熟悉的人物 像是来自炼金工坊的莱莎 原神未然档案 还有HoloLive中的死神菇拉等等 那买下的内容就单纯的互动 以及一套演唱会功能 那也可以光看喜欢的角色在台上唱歌跳舞 那安装了官方补丁之后 就用解锁校园剧情模式 色色场面 以及更多的模组可以使用 那游戏还有VR版本 如果有VR的玩家 玩下去就真的能看到新世界大门了 同期生旅迈克 原价318元 折扣4% 特价过后190元 纯纯的经典恋爱模拟之作 原版同期生于1992年时推出 是当时日本发售的第一款恋爱模拟游戏 当年的校园神作之一 也是一款没有那么黄的小红油 啊 毕竟那个年代嘛 尺度当然没有那么大 不过取而代这次 在丰富的剧情之下 每位角色都充满着灵魂 一举动举手投足之间顿神会让你想入飞飞脸红心跳 仿佛回到情窦初开学生时代的我们 那游戏玩法偏向于视觉小说外加经营策略的方式 男主为了让最后一个暑假过得更有意义 每天化身为时间管理大师 在打工相遇搭讪之间进行一场场青春约会 那里边多达十位以上可以攻略的对象 同学人妻邻居店员女教师等等 我们都会前去认识认识 如果想要尝试看看当年的神作 现在同级生remake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带多的怪兽公主不想工作 原价269元折扣10% 特价过后242元 近期很挺的国产色色 前段时间也介绍过几次 但值得一再推荐 故事是在讲说 身为普通的上班族 某天心血来潮在技术网站上登记了住处 很快的也会身穿怪兽呆 自称怪兽公主的人 跑来主角住在一起 那我们必须照顾对方的生活起居 那对方住也不是白住的 是会提供点回馈撒必俗的 那加油久了其实就会发现 原来城镇内被怪兽破坏的场面 是怪兽公主所指挥 而她也老实跟我们坦白 她是被派来征服地球的侵略者 定期破坏是因为有上头的业绩压力 那为了全人类的安危 我们将帮助怪兽公主完成最低限度的业绩 来减少城市的损坏与人员伤亡 那怪兽公主也因为不了解人现在睡呆萌呆萌 咕嘴咕嘴 我们需要教导她许多有趣的事情 是一款兼具存爱温馨与欢乐的作品 幸福的二人房原价299元 折扣10%特价过后269元 也是其二值得来推荐的国产黄油 男主一路往常的被同学们霸凌 家庭有许多悲剧 就在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遇到曾经是青梅竹马的凌家大姐姐 也就是女主角给绑架起来 原来大姐姐希望你能抛开烦恼 好好享受生活 那随着时间推移 业人了解许多真相 于是两人就这样展开了 仅仅只有20天的同居时光 那在一开始又给你两种女主的对话力会 强势与温柔可以选择 虽然不会影响剧情发展 但这着实大大的加强带入感 那我们可以通过闲聊与撒架来降低女主的戒心 最后当然就是更加深入的交流 不过要注意的是 剧情文本虽然是有一定的水准 且多达五个结局 但其中两个是NTR线 因此如果你不想看到原本很传爱的两人 突然被人给破坏 那在游玩过程时 可能就得要多多注意了 甜色之幸活 原价310元 折扣30% 特价过后217元 但是本体加DLC才是完全版 所以总共的价格是558元 折扣26% 特价过后415元 这是一款简单粗暴 没有什么剧情描述 只是主角因为暑假的关系 回到乡下与表妹一起同居 然后你发现对方非常的好色 于是你们每天都在深入交流 在房间 厨房 走廊 客厅 甚至从家里到神社 甚至到公车站 以及一些特殊地点 例如便利商店的厕所 都能触发一些特殊的玩法 但可惜的是因为没有什么剧情 所以玩两下就会觉得无聊 于是DLC补足了这方面的缺点 追加了露营、游泳、祭典活动 令探索地方变多了 游戏丰富度也因此大大上升 而除此之外 深游选的真的是有够棒 这游戏非常肯在这方面下功夫 声音的大小 以及在不同场合 都有不同情境的音效 带齐耳机来 临场感非常好 对声音比较讲究的玩家 这款可以尝试看看 Fresh Woman Season 1 原价248元 则扣20% 特价过货198元 很顶的欧美项视觉小说 你将超过一位被雷 达到失去记忆的青少年 为了重新生活而搬到另外座小镇上 展开新春洋溢的大学生活 剧情无本量非常庞大 途中你会邂逅不同性格的女伴 活泼、文静、高傲、霸道 甚至是偷偷来的情节里边都有 而根据你所选择的选项 来展开不同的刺激场面 那假设建模的模组非常的顶 里面有超过7000张图片 以及多达150个动态亲近 每张都能当作作布来使用 唯一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 男主角会入境到画面里边 所以带路感会稍嫌降低许多 那撇除这点之外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因此如果你是喜欢欧美系的玩家 那这款你可以参考看看 米鲁 售价是45元折扣60% 特价过后18元 虽然迷罗2让我们大死所望 但无可否认的是 初代迷罗还是占据了 同版价小红友的巅峰 众多生世们几乎都人手一个 那你还没买的 是时候买下来了 那玩法就是很简单的三下游戏 加上技能配点等要素 外加一小段剧情 那本传如果喜欢 还有许多DLC包可以入手 全部都折60% 每一包都卖18元 趁现在打折打到骨折 这个绝佳的长鲜时期 卡琳的监狱 售价438元 折扣15% 特价过后372元 在郊区外有座监狱 被囚犯们控制起来 于是皇帝派出他最得意的秘书 卡琳前来证守 那这款被众多生世们 誉为21世纪黄游之王 在DLC上也榜上游名 系统之复杂 游戏性很有深度 玩上30多小时也不在话下 那在里边为了证守囚犯们 除了面对人类犯人之外 还有哥布林 史莱姆等奇幻生物 那游戏最为著名的就是 丰富的人力只回馈 所有一切发生在卡琳身上的事情 对话战斗配点体验等 都会对卡琳造成影响 当经验逐渐开始累积 就会渐渐的塑造出 卡琳服从内心欲望那股真实的模样 不过游戏是有一定的难度 你可能会战败两三轮 重新开始两三次要玩超过两个小时之后 才能见到比较刺激的场面 以此你若急着用 那这款就完全不适合你 不过你若对游戏性有所偏好 也喜欢这种比较有的风格 那这款就值得一试 猫娘乐园Nekopara第四代 大家称呼为爬猫 售价188元 折扣30% 特价过后130元 今天老牌色色Girl Game 主角名叫水无月嘉祥 离开了拥有悠久传统的和果子自家老店 决心以西典式的身份 独立开间专属于自己的蛋糕店 但是从老家寄来的行李里头 竟然混进了以前在老家养的人形猫 巧克力香草 诶当初玩的时候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别人家的猫会变猫娘 我家的猫却只会催我倒吃料给他们吃而已 但目前Nekopara出了6部作品 分别是第一代到第四代 以及千传跟日常篇 千传主要是在描述巧克力香草还是小猫的时候 是如何融入到水无月的家庭中 那经过起初的爆红 二代新增了蜂、桂、红豆、椰子 等四位猫娘来蛋糕店里工作 三代与四代则着着着着描述与猫娘们的感情 那没玩过这系列的玩家建议从初代开始玩 一方面这样才能熟视如此之多的猫娘 另外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这团队的进步 那该系列全部都有打折 初代卖得更加便宜 也是个比较好入手的司机 夏日狂羊曲 相见的南望回忆 设价318元折扣30% 设价过后223元 在里边主角是为小学生 那暑假开始了 多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探望家人 并与两位表姐以及阿姨一起度过愉快的生活 是一款开大车题材作品 那你必须做出各种行动 比如一起做作业、洗碗、做家务 来增加表姐与阿姨的好感度 那也有一些技能系统来强化作业史的熟练度 以及解锁色色能力 那当好感度过高之后 就能在家里各种地方来深度交流 那除了三位家人之外 在城镇内也有出点心店的大姐姐 学校的体育老师等人可以色色 虽然非主要人物的剧情并不长 但却让游戏更有自由度了 而角色多也有多人的玩法剧情 看的真的是令人血脉膨胀 那近期开发团队有推出 续著冬季狂玩曲Beta版 虽然目前没有上到Steam 但等到制作完成 未来也是可以期待的 好啦 春季特麦就差不多到这边 最后介绍三款 卡莲、监狱、Nekopara夏日狂相取 卑微是小黄游界中的四大天王 在各方课面可以算是最顶的存在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黄游的玩家 这三款强烈推荐 那第四大天王 妹生活单色 也就是俗称的黑白妹 可惜因为题材比较敏感的关系 没有上到Steam上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DLSite那边逛逛 好啦 那我是DN 希望这支影片能陪伴各位寂寞的夜晚 那最后也非常感谢 Milker Team与鬼迪姬 沁李之凤 冰蕾 这三位圣诗英雄的支持 ありがとう 那我是DN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